為什麼聖誕節是12月25日? 12月25日時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長的節日, 這個節日的靈感來自羅馬人,海爾特人,挪威人,德魯伊和其他祖於基督教的異教徒的傳統。 古羅馬人在12月25日慶祝他們的太陽神So Infitus。 所有這些節日都被基督教同化,以使義教徒歸依基督教。 那麼,為什麼要慶祝一個與先知耶穌的生日毫無關係的義教徒節日呢? 聖誕老公公和聖誕節有什麼關係? 聖誕老人的原形是公元280年的僧侶聖尼古拉斯,他以堅成和善良而聞名。 美國商店從1820年開始宣傳聖誕救物,到了1840年代,新流行的聖誕老人成為主角。 那麼,為什麼你要告訴你的孩子聖誕老人還活著,並且會從煙通裡下來給他們禮物, 而事實上他是一個虛救的人物,與先知耶穌的生日沒有任何關係,願他平安? 聖誕樹從那裡來? 聖誕樹最早被記載為德國路德教會在16世紀使用,有記錄表明,在新教改革加馬丁, 布施的領導下,1539年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中放置了一棵聖誕樹。 摩拉維亞基督徒在这些樹上點燃了蠟燭。 那麼,為什麼你要放一棵樹,並用燈光和小玩意來裝飾它, 而實際上這棵樹與先知耶穌的生日毫無關係呢? 真正的聖誕節請站起來嗎? 復活節是一個比聖誕節更重要的基督教節日,但它被忽略了。 現代聖誕節純粹是資本主義節日,慶祝消費主義社會正在摧毀我們的星球, 它讓你花錢賣禮物,強調物質主義而不是為靈論, 並且與先知耶穌的生日脫節。 聖誕節是生命的意義,而不僅僅是聖誕節。 為什麼基督徒只在聖誕節期間參觀教堂, 但在一年中的其他時間教堂卻空無一人? 我認為挑選要遵循那些節日以及忽略那些節日是不對的。 這就像不健康的飲食,只吃甜食,不吃有營養的食物, 在這個例子中,這是對身體的損害,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是對靈體的損害。 先知耶穌帶來的,聖經,並沒有得到真正的遵守, 相反,每天都在違反規定的規則, 例如喝酒,吃豬肉和通姦。 穆斯林為什麼要慶祝聖誕節? 我在聖誕節期間去過穆斯林家庭, 親眼看見穆斯林在客廳裡有一伙聖誕樹, 供應聖誕火雞和豆芽晚餐,還穿著聖誕無意。 那些穆斯林認為他們正在紀念先知耶穌的誕生日, 願他平安。 古蘭經,提到先知耶穌的名字55次, 而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只提到4次。 為什麼要停在聖誕節呢? 為什麼穆斯林不慶祝贖罪日, 排登節和為失節? 為什麼穆斯林不慶祝其他穆斯林先知的生日, 例如先知摩西、大衛、所羅門, 願他們平安? 伊斯蘭教是一個美麗的信條, 他接受所有宗教慶祝自己節日的權利, 我們可以向其他宗教的追隨者發送賀卡, 但不允許我們自己參加。 聖經,音定版,耶利米書十比爾 主如此說,不要學習異教徒的道路, 也不要因天上的徵兆而驚王, 因為異教徒因他們而驚王。 古蘭經,第九十五章第三節 你說,安拉說的是真理, 因此,請遵循亞伯拉罕、哈尼夫, 的信條,他不是多神論者之一。 古蘭經,第二十二章第六十七節 六十七我為每個民族指定了 他們所遵守的儀式, 所以讓他們不要就此事與你爭論, 並邀請你的主。 事實上,你正處於直接指導之下。